陳維州過世前已婚家 但四房人在出售家族物業上意見有分歧 陳家大閘北角繼縣 霸佔整個山頭 曾經住過百人 但陳維州過世後就開始雕空 還陸續出售不少土地 有40萬呎賣剩14、5萬呎 當時陳氏兄弟中 陳樹渠一家決定留在香港 而五弟陳樹佳在51年移民澳洲 再遷往巴西經營紡織廠 他在韓戰建築鎮回香港 經見繼縣面目全非 曾經提議重建 可惜大部分家族成員對香港毫無依戀 希望出售家族物業後移民 最後繼縣以千多萬賣給新世界發展 改建成現時的百福花園 而陳維州及四位太太 以及陳樹渠下葬的祖墳地就未有出售 影片一千爆料內容一經獨家採用 單日總點擊成為全星期最高 再獎一萬 全月最高再多三萬 你爆料 我課金 有料爆 立刻傳來一周刊爆料熱線 95572778 一仔幫你踢爆